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礼拜天 昨天我在新加坡 一样都是现场都很多很多伙伴都上来 而且一些新伙伴新的那我上个月在斗湖也是 整个就是整个后我们都集满了 那这个呢要感谢大家给自己时间 而且有抽空来这个听讲解这个淋巴派读 这个讲座会 其实呢我们讲淋巴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通常我都知道在市场上很多都有在讲解这个淋巴 可是讲到最后呢没有一个就是教你们怎么解决的方法 就是怎么去改善就是讲到你的淋巴阻塞怎么怎么的 那最后怎么去改善 这个就一个问号了 那今天呢我在这里我会把整个淋巴系统彻彻底的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明白过后再教大家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淋巴阻塞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听了你知道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你找不到一个专家来帮你解决 那也是等于是拜拜上了一堂课 那今天呢有些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不过不担心我们都有一些DVD可以让他们了解这个淋巴 尤其是我们在讲这个淋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每一次不管我去到哪一个国家我都告诉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你的这个淋巴系统 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待会我会慢慢的一一的告诉大家 那当然呢讲到淋巴系统我们都离不开这个毒素 OK现在我们都讲毒素每个人都明白 可是在我们爷爷奶奶那个时代讲到毒素呢 就会想到他们就会想到什么中毒有没有 OK那我们这一个年代我们讲到毒素呢 大家都明白 那我去非洲呢 我第一次去到非洲 现场不是这样少人是很多人是三四百人 那全部都黑黑的 那我好奇心一上来呢 我在讲课的时候我要搞清楚他们到底懂不懂我们所讲的语言 那我就问他们谁认为身体没有毒素的请举手 OK那你们猜有人举手吗 有哦 在这里谁认为他没有毒素的请举手 有吗没有哦应该没有哦 你对了你很厉害 后面黑黑的全部举手 因为他们认为什么 他们认为他们的环境哦 不像是先进国家 他们的视作还没有发展成好像工业区这样的 应该是很干净的 在他们印象中毒素也好像是中毒这样的现象 那就很多都举手了 那我说你们不要别举手先 让我讲完先 我再讲多一次 只要是人 只要人身体有新陈代谢的话 你身体就会制造毒素 OK 那请问一下 谁还认为他没有毒素的请举手我送他一平均 那 全部人都听明白了 所以我们讲呢 其实在你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 在你身体 在操作在新陈代谢的时候 身体已经在制造毒素了 OK 那第一 我们讲第一这个身体已经会制造毒素了 那又讲到毒素我们又会先想到什么呢 吃的 对吗 环境 环境对 所以呢 我们来看 现代人危机四伏 因为毒素无孔不入 什么是毒素 空气的污染 我们现在呼吸的时候就已经中毒了 OK 空气 现在的空气也是不怎么干净了 那 第二 从嘴巴里面进去的 你所吃进去的那些好料 就是很美味可口的食物 都含有这些成分 农药、化肥、这些炕子全部加加进去了 OK 那再来我们看还有什么 涂脸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ICI 现在我们看到 日本、韩国 年轻一代的 如果没有化妆出去的话 就好像没有穿衣服的感觉 就好像 没有化妆就好像赤裸裸这样的 他们都一定要化妆 那我看到马来西亚、新加坡 年轻的 我们的马来同胞比较多 都是化妆 OK 那再来呢 更年轻的90 90年代 199多年的这一批新的年轻一代的女生 已经也开始涂ICI了 OK 那我们讲可以涂 当然可以涂的 只是你要找一些比较环保的 比较无毒的 那可是这些年轻的 他们会找环保无毒的吗 他们都是找便宜又 颜色很漂亮的 所以就来了 就把这些毒给涂进去了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还看喔 从皮肤进去的 怎么讲从皮肤进去的呢 我们每天洗澡喔 洗头水 沐浴露 有没有 还有什么 家庭主妇洗洗缩缩 洗碗浴 OK 还有洗地水 这些都是 再来呢 我们现在看到喔 很多家庭主妇 我不懂在槟城喔 槟城我就比较 没有这么 熟悉这一带 我在基隆坡 我在新加坡 我通常跟一些 他们了解一下 这些家庭主妇啊 这些上班族的女士们 了解一下说 请问你家里的这些 急衣粉啊 你的这些洗碗衣啊 这些啊 你们通常都去哪里买的 OK 那比较大的家庭呢 他们会说 我们都是去批发的 OK 批发市场买的 那为什么去批发市场买的呢 因为批发市场呢 整大桶就比较经济 经济装嘛 小小就很快用完了 小小吃很快用完 那为什么要买这么经济装呢 他说 因为我家里有工人 而且工人 他们会很快把这些 这些洗碗衣 洗衣粉很快就用完了 所以很重本 所以就买很大瓶装的 就比较便宜 那我就问他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大瓶装的又便宜的 他的化学成分到底有多高 你们有没有去了解呢 他说 我们只了解这个是我们的口袋的问题 OK 那我就解释给他听 第一 他所洗下来的碗碟 谁用最多 是他们用最多 工人用最多 还是我们的家庭成员用比较多 那他就听到 是哦 这一点不对了 那再来我说 那洗出来的衣服 谁穿的比较多 那想想一下 那这个衣服 你穿几个小时在身上 我可以说24小时吗 不管你睡觉 你没有穿衣服的话 你那个被单 你还是要盖 那被单 就是用同样的来洗 那可以说24小时吗 所以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问题 皮肤敏感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身上 是因为我们用了这些化学的东西太多 每天紧紧的贴住我们的衣服 所以我们讲呢 这些呢 我们都要找比较环保无毒 可是环保无毒的这些产品 肯定是比较 价格比较高 所以可是还是没有办法 最重要就是我们讲去教育我们的工人怎么去用 因为这些都跟我们的 不是口袋而已 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 那从这边种种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四周围有这么多毒啊 那怎么办呢 当然呢 讲到毒啊 我们身体还会制造这个废水啊 你们知道吗 身体会制造废水啊 因为你的身体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 不管你的细胞会出来的这些毒素 我们身体的水啊 补充进去慢慢都会变得我们越来越脏 脂肪在身体里面变成这个废水啊 OK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身体多出来的这个脂肪 在身体里面也会影响到我们啊 所以这些身体不要的这一些 我们所谓的垃圾 就叫做毒素 OK 所以毒素是非常广的 虽然是毒素一个两个字 可是它是非常广的 包括你的手受伤有浓 这些都是毒素 在身体里面你都要把它排出来 OK 那怎么排啊 OK 我们知道了毒素 我们就要看这么排 很多排毒器官 OK 我们都会听到很多人 在清常排毒有没有 这个是最常见的 我清常排毒了 我就不用去什么淋巴排毒啊 是不是这样讲呢 OK 待会我告诉你们 那你们才自己决定啊 那再来呢 我们有这个肝胆排毒 就是排胆识有没有 有听过吗 都有人去做 那当然我们还有这些圣诞 都可以帮我们排毒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淋巴系统的排毒 OK 那讲到淋巴系统呢 它是我们身体排毒最后一个管道 OK 总而言之 你的肠的毒素 你的肝胀的那些毒素 你的肾脏排不去的毒素 你身体所进去的这些毒 你的器官没有办法排到最后就会来到你的淋巴系统 所以淋巴系统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 它是最后一个管道保护着你的身体的最后一个管道 OK 如果你的淋巴系统没有照顾好阻塞的话 你就来到了这个环节了 就是细胞癌变 所以我说 癌症病患在还没有发现癌症之前 100%它的淋巴是阻塞的 明白我讲的东西吗 就是说你淋巴阻塞过后 你就来到这个环节 可是你来到这个环节呢 在之前呢你肯定是先阻塞你才来到这个环节 所以我们讲 淋巴阻塞是可以预防 的 就是说淋巴系统你照顾得好 是可以预防这个癌症的 当然你不要等到阻塞了 得了癌症 有没有听人家讲 得了癌症就要去做淋巴排毒了 OK 然后有没有听说得了癌症去做淋巴排毒 淋巴排毒会帮你治疗这个癌症 有没有听过 可能在槟城比较少 在新加坡很多人都知道你得了癌症你就要去做淋巴排毒 可是我讲 不是得了癌症去做淋巴排毒 是你还没有得癌症之前你淋巴这个系统你一定要照顾好 你不要让癌症来找你 好不好 所以淋巴这个 部分呢 我们不能够忽略的 在我手上这么多癌症病患没有一个不足塞的淋巴 OK 那我们讲做淋巴排毒是做什么的 不是帮助癌症 我们做淋巴排毒是把身体的垃圾减轻到最少的程度 让你的身体恢复状况 把癌症细胞 这些癌细胞给赶走的 这就是我们做淋巴排毒的种子 OK 所以我们来看什么是淋巴系统 淋巴系统是我们身体最庞大的排毒系统 它分布在全身 它也是我们身体排毒最后一个管道 也是我们身体免疫系统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这个淋巴系统根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 那我们来看这个系统分布全身到底在全身身体的哪里呢 藏在哪里 OK 我们都知道动脉跟静脉嘛 都是血管 那淋巴系统就藏在动脉跟静脉之间的一个管道 也是类似血管这样的有这个管的分布在全身 OK 所以 它有淋巴管 淋巴衣 淋巴球 淋巴结 肿为灵脂 它整个系统就以淋巴来命名的 所以 讲 在这个动脉跟静脉之间的一条管道 我们都讲了 我们手拿上来 我们会看到有 什么 青根 有没有 搞不好那条青根就是你的淋巴管 OK 所以我们讲了 既然你可以看到这样的青根 OK 所以呢 我们做淋巴引流呢 我们跟按摩完全不一样了 OK 我们做 淋巴引流 我们不像按摩这样的 很用力的去搓 我们按摩用力搓是搓什么 搓那个肌肉 跟你的神经 有没有 搓给它 松松解 很舒服 可是我们在做淋巴引流的时候 我们手贴就是轻轻的推而已 你看 轻轻的推 你就推到这个 轻轻的管道了 有没有 所以做淋巴引流是一个很轻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很多人都说 做淋巴好像没有感觉到东西的 做按摩比较有东西的 可是做按摩不再帮你排毒 做引流才是跟你排毒 所以你知道吗 我不懂在 病程 你知道在新加坡 在 吉隆坡 淋巴引流的收费是高过 按摩 很高 很差别 很大的 按摩可能一个小时 30块 马币 可是 淋巴引流呢 我不知道 马币可以收到一个小时 150到200块 可是他就是这样轻轻的摸 按摩就很用力的推 OK 他不一样就是为什么 因为他能够帮你的系统排毒啊 按摩只是让你舒服啊 所以你们要知道你在做淋巴是为了舒服而做 还是为了排毒而做 为了舒服而做 你不要做淋巴 你去做按摩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 那我们回来这边 淋巴系统 淋巴循环系统分布在我们的全身 那他是什么来的 他就是我们身体排废水的系统 啊 刚才我讲排废水身体有废水 今天才听到身体有废水 可能有些是知道的 可能有些第一时间今天才知道身体有废水 那到现在才知道 哦 身体是 有一个排废水的系统的 OK 那身体的废水怎么排呢 OK 他跟我们物质四周围排废水系统是一样的 怎么排 就是从你的这个家里洗地水 洗完水 洗 总而言之你种种那些肮脏的水 都通过你这个管道 包括你的厕所的 那马桶的水 都通过一个bike 去到水沟 去到大沟去 去到小河流 去到大河流 去到大海 有没有 所以我们身体也是有这个管道的 就是从我们细细的淋巴管 去到我们粗的淋巴管 再去到我们的淋巴结 再去到我们的汗线 再去到我们的肾脏 再去到我们排水 排出来的 OK 那如果你的淋巴阻塞的话 你这个废水就不能排了 那我们来看废水 物质排废水系统 是一个方向的吗 对不对 都是往外排出去的吗 有谁家排废水系统两个方向的 今天排出去 明天那个废水又排回来的 有没有 我们想去参观一下 为什么有这样的设计的 有没有 都没有对不对 都没有 所以是一个方向的 所以我们身体排废水系统 也是一个方向的 就是它排去哪里 就是排去 淋巴结的位置 OK 所以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的淋巴结在 夜窝 OK 那我的肺 是 是 是